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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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可以突然之间有病 但是也可以突然之间好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必为我操心 怕你到了省城晚上会着凉 所以我给你多带了几件衣服 放在你的行李里面了 这些事让平姑做就行了 让我做点事 人也不会太闷 坐 早上有没有见过朗月 大姐她一早就出去了 她说要去和滩 谈谈三母田家租的事 没那么快回来 又出去了 自从朗月替二娘处理家里的事之后 整天都好像很忙似的 以前二娘怎么不这样 婆婆做了这么多年 习惯自然就熟练了 大姐她从来没做过 现在要担起这个家 也够辛苦的 其实大姐她 不是没帮你打点出门的事啊 就像这顿早饭和这些蘑巴 也是她交代了平姑才出去的 你不必处处为她说好话 朗月的确变了很多 跟以前不同了 早饭我不吃了 你给我装起来 待会路上再吃 你不要这样吗 东阳少爷 现在大姐要管这个家 当然不想我们整天被人欺负 所谓便也是因为这样 你不要因为这个 欺得连饭也不吃 最近黄阳滩渡口的船少了 我怕天黑之前我赶不到那儿 所以想早一点上路 我没事 你进去帮我打点一下 甘大叔 我们租给你的吉姆水田 最靠近黄阳滩 之前天汗 没错 黄阳滩的河水适浅了 据我所知道 你们照样能灌溉田地 在那几个月里论损失 我们山上面严重得多了 现在我每个月 多加五个大洋田租 难道这也不行吗 算了算了 以前呢 我是跟长方奶奶谈的 现在我去找她 现在宋家长方的事 我婆婆已经交给我处理 你要谈就跟我谈 田租的事你懂不懂啊 宋少奶奶的确不太懂田租的事 大少奶奶 二少爷也这么说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 我是个局外人 我说的话 两位未必中听 怎么会呢 二少爷你说怎么算 我就跟大少奶奶怎么算了 其实当初干大说 你向宋家长房所租的 是天字浩田 而当时 林姓大伯念的 你们一家两代 都是长房长工 所以就以帝字号的价钱出租 算起来 已经租了十几年了 是不是东阳嫂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 二少爷 不用客气 其实我刚才说的全都是事实 这几年附近的水田越来越少 所谓奇货可居 东阳嫂你们的田地 根本就不怕租不到好价钱 我一个女人 哪敢奢望租什么好价钱 只求准时收到租 别让人骗太多就算了 也对 其实我也认识山下好几户农家 他们可能想多租几亩田来用 如果东阳嫂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太好了 我先在这儿谢谢二少爷 好 掌房奶奶 老板有事找我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我想私底下跟你聊几句 上次我误以为老板有话要私下跟我说 所以才会惹来无妄之灾 我就是因为此事想跟掌房奶奶你道个歉 算了 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日装聋办傻想戏弄老板 才令严少奶奶为老板打抱不平 我没有资格埋怨任何人 请老板让路 老板 发生什么事了 那些当兵的 硬要在这里贴告示 说要抽壮钉啊 老板 不好了 曹军长他们又来了 抽壮钉 怎么又要打仗了 这二十几年来 全中国有哪一年不打仗 有打军阀的 也有打洋鬼子的 现在上头要正式的 就是陕北一带横行多年的匪患 决心整肃 以瞧老二为首的马贼连党 所以决定扩充军备 壮大陆军兵队 每乡每县都要征召新兵 曹军长 你也知道我们颜家铺是做生意的地方 你看我们打算板还差不多 打仗 只怕会令曹军长你带兵为难哪 不是吧 你这儿的人 装马贼都装得那么像 我相信去捉马贼 一定胜任有余 我们山上的人 逢年过节 假扮山野神灵转九驱 行祭寺还可以 装马贼 我们哪会啊 颜少奶奶 你别跟我装算了 实话告诉我 如果我有真凭实据 我没必要忍气吞声道 今时今日 但是前嫌不计 我这次来就只有一句话 军令如山 征召新兵 赤在必行 颜老板 你还是合作一点 曹军长 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们生意人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军令 但是生意我可以跟你谈 要不这样就照老规矩 一个男丁 军长你就还个价好吗 无所谓 一个人十个大洋 一个人十个大洋 曹军长 当年冯玉祥将军抽壮丁 也只是一个大洋一个人 十一十一 水涨船高 曹军长 别跟我说人情世故 你颜家破 怎么对待我们当兵的 你们心中有数 颜老板 这么多年来 你无非希望我帮你捉乔老二 我们现在就是依你所求 你反而舍不得你的大洋 这几天 我驻扎在家家寨废址 交钱还是交人 你自己决定 什么征召新兵啊 分明就是公报私仇趁机勒索 万歇 其实当天那件事 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个计划 是你和宋家掌房奶奶 商量出来的计划 但是我就成人之威 要把宋东阳赶出严家坡 你曾经犹豫过 唾鞋过 但是最后帮你渡过这一关的 是名封 事到如今 还有人向曹成去通风报信 这个人 除了我之外还会是谁 如果我是你 我也会这么想 爹 我之所以进来跟你说这件事 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我知道你并不是这个意思 你只是想求一个安心 为自己为民风 是不是 这次的事非同小可 要对付姓曹的 自家人一定要齐心 万歇不想在这个时候 胡思乱想 枉费心神 希望爹不要见怪万歇有这种想法 怎么会呢 你现在让爹知道了你对爹既有谅解 也还有保留 这样我反而觉得我们父子俩够坦白 够实在 阿姨 如果这件事我有权决定该怎么做的话 我就会先笼络送离贵 然后叫曹成去要挟你得到好处 我也不会在这时候回山上令人质疑 所以如果你是担心明凤不相信我 你反而应该相信明凤是一个聪明的人 因为在一个聪明人的眼里 他的死对头 无论他病他怎么样 老他怎么样 他都不会做出叫曹成上山 去装腔做事这种笑话 你放心 就算他怀疑我一时 也不会怀疑我一世 万歇 你可以专心去教训一下那些军人 万歇 你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对付曹军长 山北马贼为患根本不是今天才有的事 我就不相信省政府和地方军区 会突然之间征召新兵去剿匪 曹军长应该是知道我们上次骗他 他恼羞成怒 我就怕他这次是自作主张 只要这封信到了军区司令部 他上次的手里 我不相信他还能继续一手折天 所谓司令部的人根姓曹的 还不是蛇鼠一窝 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主持公道吗 我就是知道这些人是贪官 所以一定要检举他们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下属 其中有一个人想私自独吞这么大笔钱 他们一定不会不管 一个军长贪 再来个师长也会贪 到头来我们还是得给他们钱 这笔钱你以为我们给不起吗 曹军长以为抓到我们的短处 如果敲诈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 我言万息就偏偏不给这些人钱 看看这些兵不像兵贼不像贼的流氓 是他们的枪厉害 还是我们做生意的人会算计 你也知道曹军长以为抓到我们的短处 才会这么嚣张 我记得他上次上山的时候 根本就不是这副嘴脸 分明就是近日有人私下 跟他透露过我们扮马贼的事 这个人明显是冲着你来的 现在内奸还没除 我们就去招惹官兵 很不划算呢 行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其实我也怀疑过 事情是不是跟爹有关 但是我现在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向曹军长告密的人不管是谁 绝对不是这屋子里的人 其实这件事我自有主张 你也无需担心 帮我叫万天进来 万息 是不是到了今天 我已经让你失去信心了 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需要一个人去宋家走动打声招呼 免得打草惊蛇 其实发生这么多事你自己也清楚 你再到宋家去也不太方便对吧 我也记得当日事成 赶走曹军长之后 大家都对这个计策称许有加 当中想邀功逞英雄的大有人在 但是为什么到了今天 你们却个个都想置身事外 朗月啊你也别这么说啊 我们这次来就是想问问东阳有什么对策啊 你以为我们真的想置身事外吗 但是现在东阳他不在 只有你们婆媳二人在这儿 那你们有什么高见就说出来 让我们听听啊 是啊 是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听听啊 婆婆 大姐 二少爷来了 掌方奶奶 大少奶奶 二少爷 二少爷 怎么武叔和各位都在这儿谈事啊 二少爷 你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大哥叫我来跟掌方奶奶说一声 曹军长的事大家不用担心 他已经想到对策 不过暂时不能透露太多 现在请大家放心就是了 放心 事无不可对人言啊 如果有办法何必这么神秘啊 可不是啊 其实武叔和各位 从来只是求明者保身 所谓的对策 就算说了出来 明不明白还是其次 看不看从中协助也只怕是痴人说梦 既然这样 只要我们两方掌方 肯答应大家一句话 这把火一定不会烧到各位头上 那各位要何须知道其中的乾坤呢 好 既然二老板这么说 那我们就听着 该负责人的始终还是要负责 那我们先走了 走了 走了 谢谢你啊 少爷 今天幸好有你在啊 其实这次事情变成这样 一定有人从中作梗 想害我们严家铺 要不然曹军长一定不会知道当天的事 行了 东阳嫂 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请回吧 是二少爷你客气才对 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劳烦二少爷 帮我们掌房出头 我们全家的女人真是不好意思 别这么说 东阳嫂 其实东阳大哥他刚刚学做生意 难免在外面的时间会多一点 我看他自己都没想到 他不在山上就发生了这么多事 总而言之 这次的事由我大哥做主 东阳嫂你和家人 就不用再理会其他人的闲言闲语 所谓祸不单行 也未必是跟运气不好有关系 二少爷你是一个明白道理的人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我们掌房早就已经成为 宋言两族之间的魔心 不管是姓言还是姓宋 早就已经习惯了 一有不如意的事 就算在我们的头上 这种环境 就算东阳他在这儿 也只怕他自己也应付不了了 至于有老板他担当一切固然好 但是最后 也只有靠我们掌房奋发自强 才能长久啊 东阳嫂说的这番话确实有道理 路是难走 但是今天看到东阳嫂你这么自觉 万天相信 这条路东阳嫂你一定能走出头 时候不早了 东阳嫂不用再送了 告辞 二少爷慢走 很好玩吗 如果真是玩的话 我就不用叫小秦 在我们之间跑来跑去 我和你见面也不用偷偷摸摸了 小秦她说得对 我不应该经常去你那儿 这样始终不方便 对了 她告诉我 说你有要紧事想问我 军队上山抽壮丁的事 你知道吧 你担心我被人抓去打仗啊 放心吧 那个姓曹的只不过巧立明目 上山巧许豪夺 就算真被她抽中当壮丁 你说她不怕白扬我吗 反正我没打算离开了 不管事情发展得怎么样 都跟我们没关系了 那您有没有听说过 为什么姓曹的突然跟老板翻脸 要勒索她呢 你怀疑东阳装马贼的事 是我凑了给姓曹的 我没有怀疑 只是不想其他人这么想 你说颜万兴 山上的每一件事 有哪次不是赖在你头上 更别说你根本就有这种想法 现在祸不担心 民凤追究起来 一定会想到你的头上 以前她处处针对我 是她聪明 今天她这么看我 是我自己倒霉 其他人这么看我并不在乎 最重要的是你相信我 东升大哥 小秦 是不是有人知道我们在这见面 放心吧 刚刚集庆堂那边 有个人过来找东升大哥 他说那个颜万稀有急事 叫你回工厂 我才上来通知你的 颜老板 找我什么事啊 陈掌柜已经准备好了 你帮我立刻送这封信下山 送去哪儿 地点是三园长西西北军司令部 收件人是廖宋和军长 人和地址 你在心里记住就行了 这儿有点钱 是用来疏通那些把关的 只要信一到手 你就立刻放信格通知 如果我没猜错 一切顺利的话 我今晚就能收到你的消息 你要做的 要知道的就是这么多 也就是说 就算我再问一句 问这封信 是不是跟曹军长上山的事有关 你也不会回答我了 你这么聪明 其实很多所谓的答案不用人说 也不代表你不知道 杨老板你忘记了 你曾经说过 在重要时刻 你会提防我的 我记得 你还放心 应该是说 此事非同小可 在山上面 能够办妥这件事 而有令我完全放心的人 一个都没有 所以 这次我要赌一把 我就赌你 就算你不喜欢我颜万希 你也不想颜家铺 鸡犬不宁吧 好 我也希望 袁老板这次会赌赢 一路平安 早去早回 公公 你不在家的时候 我也经常这样照顾姑奶奶 其实这种事 留给我做就行了 我知道公公 有更多更重要的事要办 不知道是我在万希面前夸你太聪明了 还是说我在你心目中真的这么没用 连这种低三下四的手段 你都觉得是我做的 我只知道 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的伎俩 是公公你最擅长的 虚则实实 真真假假 其实全都要看万希她相信谁 你觉得万希在你手底下调教了这么多年 会胸无诚服 完全相信你说的话吗 当然不会了 不过只要我知道 他完全不相信的人是谁 那就够了 我又不记得拿那块披肩 拿来给绍红了 人老了 啊 脑子也不好使了 既然你那么喜欢照顾姑奶奶 那就麻烦你了 嗯 嗯 年轻人 又在这儿乱发脾气 我觉得不错 呢 是小虎 喜不喜欢啊 是小虎 着 是小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驾 婆婆找我什么事啊 朗玉 这里有点钱 你放好了 三元周家住在哪儿 顺安他知道 你到那儿才能问到东阳在省城的住址 婆婆你放心 通知东阳叫他不要上山的事 我早已打点好了 这些是婆婆的私房钱 何必动不动就拿出来呢 要给东阳钱 我自然会在家里支出 东阳当然要通知 我还想让你下山躲一躲 我也要躲 当日在外面扮马贼 是东阳领头 你从旁协助 武叔他们这些人 只要大祸临头 他们会连你一起指正 要走就只有现在了 我看婆婆你担心的太多了 二少爷说过 他们早已经想出计策 严家会担当一切 我们又何苦去担心什么大难临头呢 还是连婆婆 你也不相信严家的人有本事 信也好不信也好 买个万一也划算呢 总之我会留守在这里 省得他们知道你们不在而起怀疑 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二少爷也算在省城读过书 阅历丰富 学识广博 他都有信心可以化解曹军长的事 我们长房就理应站出来支持 不要让武叔那些人有借口说我们 你听我说 婆婆你听我说 家里的管家是朗月 责无庞贷 不说我现在不能走 就是真有这个需要 你也应该交给我决定 大奶奶 少奶奶 什么事啊 我刚才看见的那个男人 自称是曹军长的随从 他一手拉住我 鬼鬼祟祟的 要我带口信给大奶奶 他跟你说什么呢 他说曹军长 想约你在城外求子时见面 有密事相谈 婆婆我跟你一起去 这次你就听我的吧 野外无人 你一个女人单独见曹军长 其他的事不说 你们孤男寡女 就已经会惹人谈论 有我同行 算是见证也有个诏意 你又何必这么计较呢 宋家的长皇女人 果然比很多男人有本事 有胆色 过奖的 要劳烦曹军长秘密上山来跟我们说话 是曹军长你看得起我们 没错 本来阎老板乖乖准时交钱的话 我确实不必这么奔波 来找长皇奶奶 所以我好失望 这边刚刚谈好条件 那边就有个叫宋东生的人 想下山去三园 长皇奶奶 三园长西 是我们西北军司令部助手的地方 你也知道的 宋东生虽然是姓宋 但是他早就在吉庆堂打工 他的一言一行 都是受言万戏的差遣 我们根本就不知情 朗月 两位放心 我并没怀疑宋家有什么图谋 老实说 就算宋东生不告诉我 我也猜到 言万息 根本没那么容易向我屈服 你是说这次宋东生是故意的 宋东生 不是我今天秘密上山 找长皇奶奶的话题 我要说的 是你和我都恨的人 言万息 曹军长放心 既然老板代表我们 严家铺的人答应过你就一定会交钱 我一定会回去劝他 不要再无风起浪 长皇奶奶 你也别见外 在山上 姓严的孩儿姓宋的座主 难道我不清楚吗 你怎么能劝言万息听你的话呢 除非言家铺的老板不是姓言 是你们姓宋的 君长的话能不能再说清楚一点 做新当家的夫人 果然够爽快 名人不多暗示 你们两族装马在戏弄我 无论如何我都要向兄弟交代 我是个保家卫国的军人 我不会上山抢 既然言万息不给我面子 我就帮你宋族 抢回吉庆堂做主权 到时候我除强服若 出师有名 而你们呢 就扬眉吐气 一个好处两家得 长皇奶奶 我虽然是个军人 但是这么多年来 我看你被人欺负成这样 我也很替你难过 这次这个人情你领不领 你好好想清楚 婆婆你还犹豫什么呀 曹军长开出来的条件 对我们信宋的是百利而无一害 这件事并不像曹军长说的那么简单 严家铺一向是信严的做主 东阳一直都不想寄人篱下 要振作自强 现在既然时机到了 为什么我们不好好把握 所谓飞鸟进梁工藏 难保曹军长一切的承诺 都是想利用我们来打击信严的 到一切事成 我们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了 婆婆你实在太多虑 你变得比以前懦弱多了 我们掌房一直以来 已经被武术看不起我们 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好好地 利用这次机会 让他们心服口服 再说了 宋东升现在在曹军长的手上 如果曹军长怪罪下来 一样可以怪在我们信宋的头上 朗月 那我们更犯不着 跟他们当兵的作对 大姐你说什么 你说宋东升被曹军长抓了 没错 朗月 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呢 严万熙的所谓应付对策 只不过他想让宋东升下山 去通风报训请救兵呢 他现在怎么样 他这个人做事 一向只顾自己的 到底这次是遭逢不幸 还是投诚便捷还没弄清楚 你又何必这么着急 为他担心呢 不会的 他不会出卖颜家铺的 他根本不是那种人 春芬 这件事非比寻常 我们会处理的 总之你别让其他人知道就行了 你这次 就听我的话留在家里吧 我自己去颜家行 这次是大好事 你的确是这个家的管家 但我始终是你婆婆 是不是我到哪儿都要问你呢 这么重要的信 你竟然叫宋东升送下去 信哥到现在都没回来 你就应该知道所图非人了 那些当兵的全都是探官 叫他们传递书信 就算有打赏 也一定会有阻碍 现在时间上早 我们再等等 等 等那个宋东升陪曹军长 上来抽壮钉 宋东升也明白 抽壮钉 山上也有很多 姓宋的人要受苦 你想想在山上 还有哪个姓宋的 会当宋东升 是自己的兄弟子侄 大哥大嫂 宋家掌房奶奶来了 好 一个宋东升 我们还应付不了 现在又来个掌房奶奶 他们真有本事 请他进来 明方 你先回避一下 你要我回避那个女人 我是要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争吵 大局未定 我不想因为一些小事 而自乱阵脚 大哥大嫂 两位 你们在这就好了 掌房奶奶这么晚来 不知道来我什么重要的事 曹军长今天私下约了 我在城外见面 曹军长 他想拉拢我们宋氏一族 帮他指证老板上次骗他的事 现在现期还没有到 我们又没有说不给钱 姓曹的怎么会这么鲁莽 有这个打算呢 在他的话里 他透露过 他似乎已经知道了 老板叫宋东升 去找他上司 帮你平息这件事 所以他恼羞成怒 果然是宋东升 既然你们姓宋的 已经有人出卖了严家铺 你又何不一样 卖姓曹的一个顺水人情呢 严少奶奶 严家铺上严肃两族 不管有多少矛盾和争执都好 在太公一讯下 始终还是一家人 所谓淳王齿寒 我教育读的书不多 但也明白这个道理 难道掌坊奶奶 这么深名大义 这个人情 是我万希欠你的 以后的事 我自有分寸 老板 以后的事 已经不分你和我了 依我看 曹军长不会再看 老板的情面 如果老板要亲自 拿钱下山见他 倒不如我替你走这一趟 掌坊奶奶 你这边如今在严家铺 每一个男丁 要十个大洋 这一共要多少钱呢 你叫万希 把这么多钱交给你 凌凤 掌坊奶奶 要不然我们去祠堂想他 事实没错 就如姓曹的所说 我们宋颜两族 确实有很多矛盾 而当中 更疑老板 你跟我们掌坊 更为甚 所以我不怪 言少奶奶刚才刚才说的话 事实上 东生确实有投席的嫌疑 作为掌坊 我之所以叫掌坊奶奶出来再说 并不是不相信你 只不过有些话 不方便在人前询问 老板 曹的 我只怕曹 我只怕曹军长这一招是连哄待骗 如果宋家妥协了 那日后 曹军长固然可以染指颜家铺的一切 而就算掌坊奶奶 如今在场 曹军长也知道掌坊奶奶会忧心 我已经不被信任 而请应下山给钱 就算是 姓曹的又能得到多少利益呀 他想得到的并不是钱 而是人 曹军长不但是一个卑鄙小人 还是一个色重恶鬼 其实往日的言谈间 他曾经提及 对掌坊奶奶你垂涎 这些话 我一直不方便 向掌坊奶奶你直言 但是 如果你去的话 我也一样担心 他会对你不利 钱我已经打算给他 我想他不会太过为难我 不管怎样 我身为老板 就算以身犯险 去的应该是我 以前我认为 这个家的男人 只是不相信女人 但是现在 可能仅仅是万希 不相信我一个人 我就没想到 到了今天 在万希的心中 我连一个姓宋的都不如 古奶奶 这个家里 就只有你 愿意听我说话 大伯父 看来像姓曹的靠发大哥的人 并不是焦虞 而是另有高人 他是不是高人 我们还要摸清楚 他究竟想从万希身上 得到些什么 如果他只想万希破财就心满意足的话 那他做这么多事 未免就是浪费时间 大伯父是怕这个人的所为 会破坏我们的计划 这个人究竟是谁 他在心里想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看得出 焦虞和你大哥的关系 早就已经非比寻常 大伯父 莫非你觉得大哥太过相信焦虞 是另有原因 是相信他还是紧张他 我们还要摸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明凤为了这个女人 会跟你大哥 一而再再而三地闹得很僵 这个事实是 所以如果我们要赶走明凤 我们就可以好好地利用这一点 阎老板果然守时 辛苦了 钱我带来了 曹军长呢 曹军长应该里边等你 请等等 这把枪 我会好好地先替你保管 真是难得 我们阎老板居然肯亲自下山给我送钱 这些钱 我收得真够面 来 干杯 既然军长点算过钱的数目 相信抽壮钉的事可以告一段落了 如果老板早就这么做 事情就好办多了 我明白曹军长你为什么不高兴 阎某事鲁莽了一点 有些事的确不应该做 这里还有一百个大洋 就当阎某赔个不是 希望军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往好吗 老板果然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身民大义 知道什么都可以用钱买这个道理 好 既然老板这么爽快 我曹军也不会破骂 明天我们就撤走 回到黄阳滩 那我就祝军长一路顺风 不过阎某还有一个小问题 希望军长你帮我解决 什么小问题 一个人的问题 老板你想找人算账 算账是其次 我想有个答案 既然我们生意上合作愉快 相信军长你也会跟我坦白 我想知道宋东升 是怎么落在你们手上 宋东升 是投诚呢还是背部 军长你可以直言 我还以为阎老板 想怪责宋家掌房奶奶 为什么肯秘密赴约 想不到你反而紧张的宋东升 掌房奶奶只不过顺势而行 没什么值得怪她 说不定她反过来答应我 说一起对付老板你的 要不这样吧老板 你让我带走这个女人 你也少了一个眼中定 你就当我向你买一个顺水人情 曹军长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必觉得欠我 老实告诉你 焦玉这个女人 我早就看上 反正她守华这么久了 一定很想找个男人 她在你们山上规矩太多 你让我带她走 这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算了 就当我没有说过 钱你收了 我告辞 老板 你是不是领我这个情啊 还是这个女人早是你的人呢 我无所谓啊 反正这个女人早被男人用过了 我不会介怀的 哈哈哈哈 我们颜家部所有的女人都是三针九裂 轮不到你初恋侮辱 不是 不是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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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